- 环球网报道, 特朗普11日去了巴黎郊区一个美军一站公墓,据美国广播公司ABC11日报道,特朗普这天至此时,赞扬阵亡的美军都是伟大的战士,为家庭、国家、上帝和自由付出了一切,ABC说,尽管如此,特朗普依然因前一日取消前往美军一站公墓被广泛嘲笑。 此前媒体报道称,白宫10日发表声明称,由于天气不佳导致行程安排和后勤支援困难,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,亦取消前往美军公墓及纪念碑的行程。 特朗普改派白宫物疗抢凯利,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军,代替他前往当地。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外孙,英国国会议员索莫斯·尼克勒索莲,表示,特朗普是在羞辱美国军人,还说特朗普不适合代表这个伟大的国家,他们因为勇敢抵抗敌人而战死。 而可悲的,不够格的特朗普,居然因为天气不好,就不去向这王者致敬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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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